协彦勋斜徒子卢彦勋连书分享 今年首场大满贯澳洲网球公开赛将在本月15日点燃战火 但今日我国网球一哥卢彦勋在脸书宣布 由于右侧肩膀有些疼痛和不适 对于是否参加澳网人要评估 卢彦勋连书全文 卢彦勋去年12月底冬讯 最后两个星期右侧肩膀有些疼痛和不适发生 翻台后经过掌羹运动医疗社群 及灵营州医师的检查和诊断后 发现有撕裂伤的情形 原因可能是长期过度使用的职业伤害 所以取消了前两个星期的赛事 目前坚实以PRP的治疗 一亿29853887 CMobileMobile 300×250 Inlin CMD Push Function Google Tag Display DiffGPT At 1503996040247-0 InlinAt 卢彦勋迅目前是澳网男单会内赛的选手 所以目前已抵达澳洲墨尔本澳洲公开赛会场 在经过汉澳网ATP防护员及医师的检查及治疗后 卢彦勋目前感觉还不错 目前卢彦勋和团队会在等一两天进行最后测试 再决定是否参加今年的澳洲公开赛 三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